国内政治恶斗越来越恶毒 随着选战即将开打 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 劝与各方竞选时 不要被情绪冲分头 引发混乱 而是要打军节之战 让政党之间合作更和谐 国家皇宫发文告指出 陛下昨天接见了 武器安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总监 拿督哈扎尼 听取警队和相关部门 针对全国大选和随时爆发的水灾 准备工作汇报 陛下劝逸候选人和政党支持者 竞选期间 以礼相待 健康竞争 避免互相攻击 也遵守选举委员会和警方 定理的规矩 陛下提醒竞选期间 群情激昂 各方应该远离污蔑挑衅 互相谩骂的作风 也不要贬损他人 因为这很不道德 也背离了人性 甚至可能引发骚乱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互相合作 尊敬司法体制 议会民主和君主立宪制度 这么一来 政党之间的合作 也会更和谐 陛下也邀请全民共同祈愿 希望选举顺利 安全地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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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